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28回 第二天韩丽刚刚从打坐中醒来 音乐就前来禀报 说成长老和吕洛两个人过来了 韩丽稍微洗漱了一下 然后让音乐打开了进去 自己随后到门口迎了出去 果然这两个人正站在洞府外面等候着 韩丽满脸含笑的将二人迎了进去 在厅中三个人分宾主落座 成长老就先有些歉意的开口了 韩师弟啊 这才休息了一天 我二人原本不应该现在就来打搅师弟的 但是事情有些紧急 就不得不过来一趟啊 两位师兄 何必客气呢 我们修仙之人只要稍微休息一下 也就恢复如初了 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打扰啊 韩丽笑了笑 不以为意的说道 师弟如此说 师兄也就放心了 其实啊 昨天师弟刚走 古建门和白巧院的几位同道 也听说韩师弟返回了宗内 就一起联名来了请韩 邀请我等兄弟啊 聚一聚 师弟 虽然加入我们洛云宗一段时间了 但是啊 其余两宗的道友还没有见过几个吧 正好了 趁这个机会见上一见 毕竟我们三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是荣辱与共的 明日白巧院也正有一件炼制好的法宝 举行认主仪式 他们就将聚会的时间定在了那个时候 顺便请我和古建门的长老 一同前去观礼啊 认主仪式 哦 我记得 白巧院似乎在炼器上名气不小啊 请我们去观礼 那这件法宝应该非比寻常吧 行列有点意外 脸上露出了一丝感兴趣之色 这个请韩上没有透露 不过 低血认主是白巧宗新结丹的一名年轻弟子 听说呀 资质非常好 不到百年就结成了呀 这宗里的几个老家伙 对他自己的希望可不小啊 这么短的时间 就结成了金丹 的确是有些惊人啊 好吧 明天我就和两位师兄去一趟 我也有些好奇啊 韩列微笑着接过了 绿洛 帝国的勤俭看了一眼 无所谓的说道 哈哈哈哈 师弟肯去自然最好了 听说呀 古建门大长老金五环 也刚刚必生死观出来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这一次闭关的时间 可是足有七八十年之久啊 而原先就是元英中期境界 这不知道出关之后 在修为上有没有大进一步啊 城长老建 韩列愿意参加聚会 心中感到欣慰 含笑的说道 古建门大长老 韩列愣了一愣 但是随即嘴角一翘 不放在心上了 下面他就忽然打亮了两人两眼 眉头紧皱了起来 城师兄 我刚才用神识探查了一下你的身体 似乎情况不太好啊 师兄没有在坠魔谷中 找寻到延长寿命的丹药吗 韩列有些担心的问道 城长老听了韩列这话 脸上不禁现出了苦笑之色 实地不说 我也明白 我现在离大县来临 也就有十来年的光景了 随时都有可能作画的 至于坠魔谷 我虽然没有在谷中捡到一点宝物 但也是命中注定之事 不过 我等修仙只要未能真正大道得逞 身老病死也是天道轮回所在 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以后洛云宗 已经要交付两位师弟了 说完上面的话之后 城长老倒是神色平静 显然的对这一天的到来 早就心中有了准备 韩列心中叹了口气 他在零秒元残骸中 虽然得到了许多灵药 但是却无一是能延长寿命的 对此无能为力啊 师兄不必过于沮丧 说不定在以后数年中 还能另有机缘呢 韩列只能抱以安慰了 城长老听了他这话摇里摇头 神色淡然 看来啊 对生死之事真的是看透了 韩列接下来自然不再提及此事 而是手掌一番 手中呢 多了一枚白色玉剪出来 两位师兄这一来 我倒想起一件事 我正好啊 有些材料需要宗内弟子 去各地方释收集一下 因为所需种类不少 能收集多少就算多少吧 只要尽力就行了 这些东西 无论多少零食 只要不太离谱 就让宗内弟子尽管拿下 回头呢 到我这里来领取费用就是了 韩列将玉剪一地 轻松的说道 哦 让我看看 吕洛有些感兴趣 接过了玉剪用神石扫了一下 脸上渐渐的露出了一份古怪啊 师弟啊 怪不得你只说是尽力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可大半都不好寻觅啊 有几种好像只是传说中的东西 我们天南估计不可能有的呀 吕洛正正地说道 哦 是什么样的材料 让维兄也瞅一下 成长老一听此言露出好奇之色 伸手讨要过玉剪也看了一遍 随后同样有些吃惊起来 这果然都是些难以寻觅之物啊 诶 师弟 难道又要炼制什么法宝了 法宝 姑且算是吧 杭力微微一笑 并没有详细解释什么的意思 腾师兄见词 没有再追问什么 满口就答应了此事 说马上就安排门下弟子 去天南各地 收集这些材料 说到这里的时候 城长老和吕洛 互相看了一眼 吕洛呢 突然将腰间的一只 鼓鼓囊囊的厨带摘下 递到了寒礼身前 这是 寒礼有点意外 下意识地接过了此物 有些疑惑地望了两人一眼 实弟啊 你莫非望了 当年你曾经让宗内弟子 帮你收集到一些古怪材料和更新 这些年来呢 除了只收到一小块更新之外 其余的东西都已收集完毕 我原本呢 就想给师弟一个惊喜的 没想到师弟又需要更多的材料 看来师弟在炼器上的造诣也非同一般啊 哦 又找到了一块更新 杭丽一听这话心中大喜 急忙打开除物袋看了一眼 在诸多杂七杂八的材料当中 果然有一小块核桃大小的金黄色更新躺在其中 至于其余的材料则正是他炼制上古原鹰傀儡欠缺的几种材料 否则当初他在进入坠魔谷前 早就炼制出原鹰级别的傀儡出来了 哎呀 这些东西正是我所需之物 多谢两位师兄费心了 这些东西价格不菲 恐怕花费了不少零食 我 哈利脸上显出了一丝喜意 但当提及了费用之时 却被成长老哈哈一笑摇手打断了 哈哈哈哈 师弟说他哪里话呀 这些东西虽然值些零食 但是师弟昔日在木兰人入侵之际 代替本宗一连出战粮场 宗门替师弟赴邪临时 也是应该之事吧 哎 师弟啊 尽管拿起用就是了 好吧 师兄既然如此说了 那师弟我也就不客气了 韩力闻言一愣 但想了一下 笑了笑 也就洒脱的将储儡带收了起来 成长老见韩力并没有再推辞 脸上也露出了满意之色 哦 对了 成师兄啊 昔日我被吸进空间裂缝的时候 有两口飞剑还没有来得及收起 师兄当日可曾见到过呀 韩力又想起了一事 不加思索的问道 当日他被吸进了空间裂缝 不知道他们的踪迹 成长老是一直待在外面 应该知道飞剑的下落才是啊 哎呀 这件事情师弟不提 我也想和师弟说一声的 呃 当日你留在外面的两口飞剑 韩力兄啊 来不及帮你收起 被那妖魔赶到一把抓了去 落入了此魔手中啊 其实后来围剿此魔的时候 听人说 并没有看到过 他用过这飞剑硬笛 看来面对师弟的本命法宝 他还没有办法魔化使用的 呃 唯一麻烦的就是吧 现在此魔是下落不明 这飞剑嘛 恐怕不好找回来了呀 老者似乎早有所预料 有些歉意的说道 什么 在古魔那里 知道有些麻烦了 不过也没关系 只是身外之物罢了 再炼之两口也就是了 韩力脸色微变 但是随即就神色如常了 我想也是啊 师弟本命飞剑众多 丢失了两口也不算什么的 犯不着再冒奇险 去找生死不知的此魔呀 老者文言神色一松 有些放心的说道 说起对那妖魔的畏惧 这位成长老可比韩力 尤其害怕三分的 自然不想 韩力这位洛云宗大长老 再出什么意外 他可是以后洛云宗 能否在修仙界 大放异彩的关键呢 接下来成长老和李洛两人呢 又和韩力交谈了一会儿 聊了一些宗内的事情之后 也就一起告辞离去 韩力起身 将二人一直送出了禁止大战外 这才从容的挽回了洞府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主人 你现在又得到了一块耕精 岂不是可以再练制两把飞剑 重新布置大耕剑阵了 才一走进大厅中 墙壁荧光闪动 银月无声无息的浮现而出 笑眯眯的说道 嘿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青竹风云剑是成号的法宝 这块耕精 不足以再练制一整套法宝出来呀 而倩觉得两口飞剑 即使用其他飞剑补上 也没有办法操纵如意的 而强行推动大耕剑阵 也困不住对手 那两口丢失的飞剑 一定要找回来 航内听到银月提及此事 脸色骤然阴沉了下来 可是那两口飞剑 可是落入了骨魔手中 主人虽然羞为大劲 但若骨魔并未生死 遇到了他 还是不是他的对手啊 银月有些担心的说道 这个不用你说 我也知道 在没有十足的把握前 不会轻举妄动的 等将那须天顶开启 或者将那仿制的七燕扇炼制出来 我才会去寻找此魔的 杭力目光闪动了几下 重新坐在了主座上 肃然的说道 哎 小子 你怎么忘了老夫研制出来的傀儡 那骨魔虽然说厉害吧 但你能凑齐材料 炼制出此傀儡 面对此魔的时候 虽然说不能稳操胜券 但是自保却是绰绰有余的 杭力神识中突然传来了大眼神君的话语声 仿佛见杭力没提及他的傀儡 竟有些不服气的样子 杭力嘴角微微一翘 露出了淡淡的倾笑 前辈在傀儡上耗费了如此多的心血 晚辈自然相信他不同反响的 况且从炼制材料的珍惜就可以知道 这个傀儡肯定厉害异常 但是傀儡的炼制之法和效用 前辈可是一直口风不漏啊 晚辈怎能有太多的信心呢 哼 你呀 行了吧 你不必用激将之法 在你未将材料凑齐之前 老夫是不会透露傀儡的半点信息的 我只能告诉你 这只傀儡若是炼出来之后 其厉害甚至不在老夫西年前胜之下 你这总该心里有数了吧 啊 大眼神君傲然说道 什么 不在前辈全胜持期之下 这一回 韩力倒是真吓了一大跳啊 脸上闪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怎么 你不屑 大眼神君声音骤然冷了下来 仿佛有些不快 谈不上信不屑 这种傀儡也是前辈刚刚研制出来的 炼制出来后到底有什么威力 恐怕前辈自己也是猜测之言吧 韩力表情回归了平静 淡淡的说道 哈哈哈哈 这话说得到有些道理 不过 以老夫的才智 怎么会 姑错自己研制傀儡的威力 这一点你就放心吧 大眼神君还真是喜怒无常 转眼又大笑了起来 韩力微微一笑啊 不再理会此人 起身向密室外走去 虽然说明天就要去参加那所谓的观礼 但那最后一缕前蓝冰宴 还是早些练化的好 只不过在练化前蓝冰宴之后 他看样子还需要花费时间 将新得道的材料 先炼制出两只猿鹰级上古傀儡再说 想到这里 他摸了摸腰间新得道的除袋 先前呀 他在这抹谷中 曾经见过天经上人所驱使的恶鬼傀儡 别看在古魔手下根本撑不了多久 但实力是的确不错 不亚于普通猿鹰修士的样子 这么想着 杭力走进了密室当中 第二天一早呢 杭力和成长老两个人会合一起直奔白巧院而去 因为这三家呀 合用一处山脉 自然没有多久就到了云蒙山脉的另一端 白巧院的宗门所在 说起来呢 杭力当初还以第一阶弟子的身份到此参加过三宗的事情大会 现在想想还真的是有些好笑啊 杭力三个人呢 刚一飞进白巧院的静置大镇附近 就早有三明结单器的修士在那里恭候多时了 一见杭力三个人飞过来 这三个人立刻化为了三道顿光营上前去 参见三位前辈 晚辈奉几位师叔之名 在这里恭迎三位前辈 回首的一个人光滑一脸 当即在杭力三人身前现行而出 并身世一理说道 后面的其他两名修士也同样失礼拜见 好了 三位师侄不必客气 在前面带路就是了 成长老淡然一笑 平和的说道 杭力的目光却在那个人的面容上一转 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面容 说的也巧啊 这迎接人中啊 有一位老者正是当日主持世间大会的父老者 以修仙者的超强记忆力 他不可能认不出现在的自己 但是这个家伙脸上丝毫一色不露啊 看来虽然修为低了些 但是心机可是非同一般的身啊 在父老者三个人的带领之下 杭力等人呢 穿过了禁制大阵 进入到了百巧院的上空 这一次 杭力等人并没有在四面环山的中间广场降落 而是直接引到了一面 以山壁而建的巨大平台之上 在这平台中间 修有一间高约百丈的阁楼 足有五层之多呀 猛一看 不像楼台倒像是一座巨大的石塔 而在阁楼后面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山壁上 竟然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大小孔洞 里面不时有白巧院的弟子进进出出 竟仿佛是蜂窝一般呢 父老者并没有带领三人去那阁楼 而是带着他们直奔山壁最上端飞去 此山地底深处有一座顶级的地废火池 不但炼器事半功倍 而且对修炼火属性功法修士来说 更有不少益处的呀 所以白巧院不但将众多炼器事 修炼在此面山壁上 还有不少高级弟子 也将洞府修建在山腹之中啊 成长老对白巧院显然呢 是非常的了解 在飞顿之中随口向韩丽介绍着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韩丽听了成长老这话不由得心里面一动 脸上可就露出了一丝若有所思之色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怀人修仙传》第529回